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电影哥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11月2日 由亚马逊 Amazon Video Premium发布的印度电影 节衣比姆 又名万岁比姆 电影上线之后 豆瓣评分从8.7上到了8.8 IMBD15万人参加投票 截止今天视频发布之时 获得了9.5分的高分 成为印度影片 在IMBD上排名最高的电影 也一举超过了1972年的《教父》9.2分 和1994年的《肖山科的救赎》9.3分的记录 究竟是什么 使得这个影片获得了观众的青睐 以如此之高的评分 今天电影哥就为您简单的聊一聊这部电影 如果提起印度的影片 您肯定会如数加尖的说到 三傻大闹保莱坞 贫民窟的百分富翁 摔跤啊爸爸 瞒天勿杀体等等 优秀的印度影片 但是从来没有一部印度电影 像杰伊比姆这样 直接的批判印度的种姓制度 并如此大胆的批判警察的残暴 司法体系的不公和社会的黑暗 看完了以后 我觉得这篇不引进中国内地 实在是有点可惜了 对了 这个电影取材于真实的历史事件 他们的名字的发音大都是泰米尔语 如果我在这里读错了音 请您多多担待 电影故事发生在印度南部的泰米尔纳德邦 而这个地方距印度的中心城市非常偏远 你能够想起来的 大概应该是泰米尔蒙湖族 2011年 这个邦大概有超过7000万万人 而低种性的贱民和部落贱民最多 泰米尔纳德邦 主要是以农业为主 寄居了大量的以贱民为主的穷苦人群 电影中的主人公拉甲 坎努和妻子三加尼 就属于这个部落贱民 而他们处于印度种性制度的最低层 就是不能够拿手触碰的肮脏的一群 拉甲坎尔以抓舌 农耕和苦力为生 他们家到底有多穷呢 如果你看看北京猿人动纸 或者你看一看 半坡文化遗址 你就会发现他们家和那个差不多 四周全是土 头顶上是茅草草房 睡着睡着一下雨 门就塌了 有一天 拉甲坎努被村长叫到家里去抓舌 他凭借高超的技术抓到了舌 这位村长要进城 他也勤快地帮助村长推车 他就是希望能够让自己搬到村里去住 而实际上他们所住的区域 根本就不能叫村子 而村长认为他是低种性阶层 根本就搬不进来 村长带着全家去城里进城 于是家中发现了金银手的盗窃案 村长给当地警察派出所打电话 给警察施压 要求警察尽快地捉拿盗贼 而威翁库的拉卡坎努就被定了罪 当成了盗窃者 这个时候他实际上是来到边远村子 在砖窑里面做苦工 希望多赚一些钱 给已经有声音的妻子贴补家用 拉卡坎努回到了村子之后 他和弟弟一共三人 被警察局带到了警察 严刑逼宫 最终被拷打致死 而警察为了掩盖事实 将尸体运到了另外一个州界 伪造了赤后县长 借以掩盖真相 妻子森家妮 于是踏上了维权之路 他找到了我们电影中的 另外一个主人公 就是大律师 Chadu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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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发都发不对 所以我叫他铲子哥 铲平一切不平的铲子哥 经过了铲子哥 警察斗智斗勇 克服了重重阻力 最终使这个冤假村案 得以招选 恶警最后得到了最终的惩罚 印度电影最大的特点 就是长 滴滴滴 一个电影部 讲了两三个小时 这不算完 这部电影长达两小时44分 我一口气非常安静地 看完了这部电影 电影的表达和叙事 都比较紧凑 故事也非常好理解 就是可能很多人不了解 种姓制度 它一共分五个阶层 最高阶层为婆罗门 他们是僧侣和教会阶层 是印度的最高阶层 第二个阶层就是查迪利 是国王 贵族官员和从事国家行政的 各级官吏 第三层叫费舍 是从事农业工业的手艺人 第四个阶层就是守托罗 他们是从事一些 低下工作阶层 第五个阶层就叫贱民 地位是最低下的 而产子哥毫无疑问 是第二个阶层的人 而拉加坎主和太太 曾加尼就是贱民阶层 另外还有一个 识别印度高低阶层 种姓的简单的方法 就是你去看他的名字 比如说这个 Bihamra Jamji Admakar 一看就知道这是低种姓阶层的 杰伊比姆在电影故事叙事手法上 采用平铺直续的手法 非常简单好理解 电影的拍摄很多地方 令人赏心悦目 比如说展现太米尔 美好的风光 法庭上的上帝视角等等 都是影片 可圈可点之处 印度影片除了长 还就是没了的印度歌舞 往往一部电影两个小时 恨不得跳上30分钟 不跳宝了 那就不叫宝莱坞 而这部电影 在歌曲的安排上 非常有特点 除了主任公和太太 在表演的几分钟时间 表达了劳动和收获的曲约之外 其他几处歌曲 几乎是不完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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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开 歌曲当中穿插了被电影情节打断的情节 这种不连续的歌声被打断的音乐节奏 恰恰增加了戏份当中的悲情 电影当中所表达的凶恶警察的那一面 几乎是令人不堪入目的 棍棒之下一声声淒烈的惨叫 令人揪心 电影中有多次场景 描写印度警察的暴力和黑暗 把印度警察黑得个五体投地 描写警察贪腐的桥段也举不胜举 电影中有非常明确的介绍了铲子哥 Chadru是一个无神论者 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 电影当中几次出现了马克思 画像作为背景 以及桌上摆着列领的头像 在泰米尔地区 印度共产党为低种姓阶层 示威游行 也多次出现了镰岛俯同的形象 跃然屏幕 也让人书想联翩 书里怎么说的呢 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有反抗 电影当中还有一个场景 村民明问了感谢铲子哥 送给他的花环 而铲子哥指向了公告牌 这里说 这里没有神 只有人 充分的代表了这位律师 是一位唯物论者 无神论者的形象 这部电影的上映 日期也非常有意义 11月2日 刚刚好是印度上千年传统的 排灯节 达巴里 这个节日主要的诉求是 以光明驱走黑暗 以善良战胜邪恶 恰恰应对了这部电影 人权律师 铲子哥 陈杜鲁的所作所为 电影节衣比姆 一经上线 在印度国内 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印度时报 The Time of India 对影片做了积极正面的报道 这部电影是根据 真实的历史事件和人物 改编而成 真实事件发生在1993年 但是电影把时间 推后了两年 写成了1995年 真实的历史事件 是经历了13年之后 直到2006年 才最终对非法的恶警 进行了审判 铲子哥 陈杜鲁 作为一个专门为 印度低阶层打官司的律师 后来成为了当地大反官 他一共为穷人 打了9万6千个官司 每天要审阅75个案件 而且案件的审理 打官司 分文不收 2013年 铲子哥 陈杜鲁宣布退休 他在看完这部影片之后 说到 这部影片的很多桥段和场景 都是他当年亲历亲为 这部电影 把他带回了30年以前 最后再来说 这部电影的名字 杰伊比姆 本来以为是印度人名 后来才知道 这个杰伊 杰伊 是泰米尔 与万岁的意思 而这个比姆 是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个名字 比姆罗 詹姆 阿特卡 后来被译作比姆 安卡达 他是印度第一位大法官 也是印度历史上首位宪法首席设计者 而这位印度第一位大法官 就来自于贱民的身份 影片叫做万岁比姆 一方面是向电影主人公 铲子哥 杰德鲁致敬 另一方面也向印度宪法的起草者 另一方面也向印度历史上第一位大法官 比姆 安贝卡 致敬 由于电影人物 他们的发音大多来自于印度语和泰米尔语 所以我用英文的发音拼出来可能会错 大家多多谅解 切片实在不容易 欢迎所有的朋友们 如果你还喜欢这期视频 欢迎您的订阅 点赞 留言和互动 我承诺将为您带来更多的 优质的影视资讯 影视分析 和您一起欣赏 电影带给我们生活的美好 我是电影歌 电影天下课 有料有趣有故事 我们下期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